一百零五年中華民國生日 國民黨新北市青年工作總會 以國旗飄揚慶雙十快閃行動 大約有數十位年輕人 一起來到板橋車站進行快閃活動 藉著高唱國歌以及愛國歌曲梅花 呼口號的方式 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這項快閃行動號召數十位新北市青年朋友 在國慶日這一天到板橋火車站地下一樓 以其唱愛國歌曲以及呼口號的方式 來慶祝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的生日快樂 同時也為了喚醒國人對於國旗的重視和熱愛 現場發送小國旗給民眾 也讓大家一起來感受國家生日的喜悅 我們今天就發動了新北市青空總會的青年朋友 在這邊我們要告訴更多的國人 我們不會忘記中華民國的存在 我們也希望中華民國在全球 尤其在台灣自由地區 可以創造更多的經濟奇蹟 我想對於我們先賢先烈的努力 我們希望我們年輕人能夠永遠的緬懷 一百零五年前我們同樣是一群年輕人 然後這麼熱血 這麼對國家有認同的意識 因而發起這場愛國的革命活動 一百零五年後我們發現在台灣地區 尤其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漸漸凋零 因此想藉由發起唱梅花跟唱國歌的快散活動 來去增強群眾對於中華民國的認同感 雙十國慶還是難以避免政治話題 青年工作會表示 雙十國慶是值得珍惜的日子 期許大家要團結 明年的雙十國慶也能拿著國旗 大聲唱國歌祝賀國家生日快樂 蘇維天空新聞板橋報導